恒大的年报之前一直因为审计的原因难产 拖着就是出不来 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是一口气 他把2021年和2022年这两年的年报都给发布了 但是呢他的股票还是没法复牌 首先简单总结一下 恒大目前的负债情况是2.44万亿 什么概念呢 最能赚钱的茅台也得干上40年才能还得上 过去两年里他亏掉了8000多个亿 而目前他能够用的钱只有账上的43个亿了 虽然说恒大表示 庞大优质的土地储备 是他们能够保交楼 能够还清债务 能够恢复正常经营的坚实基础 但是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 恒大今年1月份刚换的审计机构发表的报告里都说了 我们对于这两份年报还是无法发表意见 第一呢是因为恒大这么大的债务 未来能不能持续经营我们也不确定 第二呢是有部分员工的离职 导致我们拿不到足够的审计资料 那到底这两份年报里都说了些啥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恒大为啥能够亏这么多呀 2021年爆雷之后恒大的房子又卖不动了呀 21年亏掉6862亿 22年亏掉1258亿 两年就这么亏掉了8000亿 这个亏损额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恒大最最风光的2013年到2020年这8年里 它总共也就赚了2300多亿呀 一波就给亏完了 第二恒大还有多少家底呢 我们知道恒大现在有2.44万亿的负债 账上的现金只有43亿 但它的总资产有多少呢 也只剩下1.84万亿了 这些资产主要是正在开发中的物业 意思就是说呢 你就然现在把恒大砸锅卖铁给卖了 都是还不清它这个债的 第四 现在恒大还养着多少的员工呢 到2022年底它还有10万名的员工 其中恒大汽车有4500多人 恒大物业有7.21万人 而它地产开发部门的员工 比上一年减少了36.9% 而按照公告里的数据 这些员工2021年的平均年薪还有12万 到了2022年平均年薪已经大幅降低至4万了 第五个问题 恒大已经发布了年报了 怎么还不能复牌呢 恒大已经停牌16个月了 而按照规则 联交所有权把连续停牌18个月的任何证券除牌 但是恒大它现在虽然是发布了年报 但两份年报不是都被审计机构出具了非标准报告吗 同时恒大还占用了恒大物业134亿的那个存款案 还没解决呢 所以想复牌哪有那么容易啊 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 在地产行业里面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还没有交楼的房子 这个叫做合同负债 截止到2022年底 恒大还有7200多亿的合同负债呢 在这些钱的背后呢 至少又是几十万个已经交了钱 却还没有收到楼的家庭 公布了真实家底的许老板 现在得面对的是2.4万亿的债主们 还有10万靠着恒大吃饭的员工 以及几十万个眼巴巴的盼着交楼的家庭 那咱们还能说什么呢 不就只能盼望许老板加油吧